天要帮你,必有迹象,遇见这几种迹象,恭喜,这将是你好运的开始,每个人的一生,其实都不是完美的,也不是一直都顺利的,总是有顺境,也总是有逆境,理想很美满,现实很残酷,天若不度人的时候,人又无助的时候,是非常难熬的,天若度人的时候,命里总是有迹象的,所以,人到中年,命里出现这些迹象,说明老天在帮你, 每天一点新思路,每天一些新感悟,欢迎订阅朱子国学,能屈能伸,韩信年轻的时候,有一次被街上的屠夫率领一群地痞流氓拦住了去路,不仅对他嘲讽了一番,还让韩信从他的胯下钻过去,这对韩信来说,是巨大的羞辱,换了别人,可能就忍不下这口气,会跟对方打起来,这样虽然让人觉得痛快,但是对方人多势众,自己一定会吃大亏, 韩信干受胯下之辱,结果保全了自己的有用之身,日后才能封侯败将,俗话说,实施物者为俊杰,说的就是韩信这种人,这种能屈能伸的做法,并不代表他很懦弱,而是说明他有为人处事的智慧,能够在发生突然的变故时,还可以保护好自己,没有让自己吃大亏,做出后悔终身的错事, 养成了正确的人生观,每个人的一生,无非就是在生活,人们首先注重的是物质生活,当物质生活聚足了以后,我们还需要精神的生活,精神生活有了以后,还要追求艺术的生活,也为生活中要求真,求善,求美,用禅的观念来看,这是一种合理的人生观, 但是,现代的很多人所觉悟的道理和人间都是相反的,不管是形象上的有,或是物质上的有,都是患有,假有,本来面目,真如自性,是真实的实相,真实的人生,可是大家往往表现不出来,所以这是空患的人生,遇到痴迷一生的事,很多的成功,其实是无益之举,而那些有益去做的事情,反而没有什么成就,书法家王羲之, 王羲之,从小就喜欢写字,有一次,他在一块木板上写字,再派人去雕刻,雕刻的人,把木板去掉一层又一层,发现立马还有墨迹,由衷感慨,入目三分,更令人称叛的是,王羲之很喜欢鹅,他在会计的时候,得知一个老太太养了一只很美的鹅,特意和朋友一起去欣赏,不料,老太太把我宰杀了,用来招待王羲之,这件事,让他叹息了很久, 还有,他辛辛苦苦的写下了黄庭经,送给一位道士,换回了一只鹅,不管是哪一种爱好,都让王羲之成为了津津乐道的人,如果你忽然喜欢一件事,并且费尽周折去做,不管刮风下雨,都不会停下来,说明你日后会大有作为,大概,验证了天意不可为的古讯吧,比别人更能吃苦, 其实一个人就算在努力,也会有怠惰之心,有时候想偷个懒,这都是人之常情,所以我们总想用最少的成本获得利益,用最少的付出取得成功,但是人生中永远不会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, 任何回报都要付出代价,只有交换才能让自己获得利益,一个人不愿意吃苦,就想比别人更成功,这并不是幸运,而是痴心妄想,如果我们这样做,是不可能交好运的,就算有运气来临,让自己得到了成功的机遇,自己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, 机会也很可能白白溜走,根本把握不住,曾国藩经常写家书,告诫家族子弟一些他自己总结的成功经验,他说过,宁吃少来苦,不受老来贫,一个人想要拥有福气,能够过好自己这一生,一定要经受一些苦难, 年轻的时候能吃苦,年老之后才能少受罪,放下执念,一念顿悟,身心自在,一念执迷,坐简自负,放下,即解脱,人生苦乐,皆因执念而生,人生在世,我们常常放不下心中的执念,而执念太深,难免会受伤,人生中,我们常常会被各种执念所困扰, 这些执念可能是对于事业的追求,对于爱情的渴望,或者是对于自己的期许,然而,有时候,这些执念反而成为了我们前进的绊脚石,让我们无法享受当下的美好,也无法迎接好运的到来,带人仗义,东汉市, 映州有一个叫寻聚伯的人,听说朋友生病了,立马去探望,凑巧的是,朋友所在的城市里,来了很多强盗,城里的人,纷纷逃走,朋友说,你走吧,不要管我了, 寻聚伯说,不行啊,我大老远来看你,怎么可以背信弃义,苟且偷生啊,强盗冲进来,知道寻聚伯的情况后,礼貌的说,我被无意之人,而入有意之国, 说完,就离开了这座城市,人们奔走相告,感谢寻聚伯,爱人者,人恒爱之,敬人者,人恒敬之,当你积极帮助别人的时候, 你会发现一个很欣慰的现象,很多的人,冲你微笑,也有很多人说谢谢,一股股暖流,油然而生,上级而不退缩,遇到困难的时候,能够勇敢的面对,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力量,而不是一味的退缩, 这样困难对自己来,就是一次提高的机会,懂得在遇到挫折的时候,能够为自己积蓄力量,那么风雨过后,就能见到彩虹,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,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, 这些挫折看似由于别人带给我们的,其实是自己行为上的过失,或者是自身的能力太弱所带来的, 所以在遇到逆境时,就不能怨天尤人,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,如果这样做,那么就会更加的不顺,遇到逆境的时候, 应该要审查自己的行为,做事的出发点是否善意,然后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能力, 那么逆境就会逐渐的消失,相反好运就会到来,开始关注过程,还有很多人做事,都过分的强调结果, 诚然,以结果为导向,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目标,确实能够给自己提供前进的动力, 但是这个结果如果迟迟不来的话,自己的信心就会备受打击,正所谓希望越大,失望也就越大, 渐渐的,自己也同样会陷入自卑、焦虑、压抑的状态,与其如此,倒不如把关注结果变成关注过程, 你只要每天给自己定下一个需要完成的任务,只要每天都去付出,都去完成, 过程中出现了问题,就去想办法解决,那么你已经在一点点的前进了,身体变得越来越健康, 俗话说,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这句话也并不假,在现实生活中,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也尤为的重要, 只有当你懂得了健康的重要性之后,你才能够明白生活的意义,如果因为生活而失去了健康, 那么最终生活也必定会变得一团糟,健康是智慧的条件,是愉快的标志, 人这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幸福安抗,赚在多的钱也比不上一个健康的身体, 当你的身体健康逐渐得到好转之后,也就代表你的好运即将来临, 这时候你要学,也要学会好好的珍惜,不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, 因为当你不爱惜自身的时候,别人也同样不会带给你关心,开始懂得感恩, 你会发现身边那些懂得感恩的人,路往往会越走越宽, 机会总会比别人更多一些,懂得感恩的人,才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帮助, 懂得感恩的人,才会在遇到困难时,有人出手相助, 懂得感恩的人,也会懂得帮助他人,每一次对他人的帮助, 都是在为自己积攒运气和福气,滴水之恩,有时候并不需要涌泉相报, 有时候你只要记得,有人在你困难的时候帮过你一把, 那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,就已经非常心满意足了, 当一个人开始懂得感恩,也是一个人即将交好运的开始, 懂得感恩的人,运气将来肯定不会差, 听到那新的声音,人在焦虑时,容易屏蔽那新的声音, 被种种杂意掩盖,错过一个又一个的机会, 当你身处迷茫的时候,要静下心来,听一听那新的声音, 有时他会引导你向前,帮助你抵挡外界的烦恼和困扰, 本杰明,爱德华,每次说,每个人背后都有潜藏的巨大力量, 能够激发起实现梦想的勇气和能力, 自我成长和改变的过程,需要内省和认真的观察, 人在低谷期,要深刻了解自己的内心, 留心每一个闪光点和感悟,这些都是老天爷给你的重要信号, 找到自己的优点,扬长臂短,找到自己的兴趣点, 跟随那新的声音,也许你就能找到真实的自我和找到自己的使命, 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,千里马常有,薄罗不常有, 一个人也许有能力有才华,却一生不得已, 也为他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人, 也许因为自己的出生阶层低,没有好的人脉, 也许他的能力和才华盖过了领导的风头, 而长时间遭到了打压,而寓一不得之, 一个人的才华与能力固然重要, 能够肯定你欣赏你的人才会让你出人头地, 让你光滑耀眼,那个能够有话以权, 在关键时刻能够拉你一把的人, 才是你生命中的贵人, 让你在人群中脱颖而出, 从此改写自己的命运, 总之,人在转运前, 往往都难免持续面临挑战, 和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需求和使命, 这些征兆, 象征着我们的人生即将走向新的阶段, 如果在生活中遇到以上两种征兆之一, 不妨放胆祝贺自己, 因为你可能正站在人生的转折点上, 即将迎来好运, 请记住, 不要害怕挑战和变化, 因为它们往往带来的是更好的机会和可能性, 当然我们也都清楚运势只是一个参考, 真正能够决定我们人生的, 还是自己的努力和智慧, 上天帮一个人, 甚至提拔一个人, 不需要什么理由, 同样的道理, 上天让一个人堕落, 甚至毁掉一个人, 也不需要什么理由, 这世间之事, 本就有阴有阳, 有成有败, 有光有暗, 你的好可能就是别人的不好, 而你的不好可能就会是别人的好, 对此吕蒙正感慨, 世事翻来覆去, 须当周而复始, 碰到这些事, 说明老天在帮着你, 要把握好机会, 世界有时候又很大, 而机会就好像是一场稍纵即逝的流星雨, 当你遇到了这些征兆, 请一定要好好珍惜, 感谢观看,